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换句话说 杨静顺今天如果获胜的话呢 当然就可以顺利取得64强的晋级 面对菲律宾的好手 李鲁娜 这个冲球也是非常凶的一位选手 刚刚两个人在台边呢 就是在场边欣赏前场比赛的时候 有说有笑 李鲁娜 想要先松懈了杨静顺的新榜 开玩笑了 那刚刚的比球也是差了蛮多的就是 杨静顺第一局的冲球 今天第一局就没有球进 一号球应该可以做进攻 当然球形并不是特别的分散 两个人好像有点客气 我要持续的观察 这鲁娜这个豪放的这种造型 也蛮令人印象深刻的 他也是亚运会的银牌得主 五球刚才差一点点 洗带 还居然能够回来做到二号球 这个到底是 算下来大概五颗星了 所以这几球力道是非常的强 也许这真的就是唯一能够做到二号球的方法 当然接下来呢 就是四号跟五号呢 是比较靠近的 那现在这时呢 要不要稍微撞开来 我们现在就看了迪路纳来处理 给路纳的绰号呢 在菲律宾来说呢 也是叫这个巴塔 所以是小巴塔 四号看起来有机会选择腰带 哇 这个当然 不是十拿九稳 但是对路纳呢 确实打得相当的 最后选择是安全球了 因为其实是不好做进攻的 哇 这个球做得非常的好啊 利用五号球来调球 梁青春最起码 现在这时他还是有对这个撞球呢 有兴趣 并且有这个斗志 这也是好事情 一度呢 一度呢是等于 得到了这个燕球证 放了一个机会呢 给路纳 保进四号球 在杜华亚运会当中啊 这个对路纳的应该说呢 就是我们阿顺的 这个头号 敌人或头号战犯 梁青春要挑战这个三联棒 亚运会的三联棒 就是败在了对路纳的手上 因为那一年的九号球的这个金牌战呢 是两位菲律宾选手相互的竞争 最后是葛比康击败了这个德鲁娜 现在两个人呢 又在世界十号球 在小组赛的分在同一组 而且要交手 一开始德鲁娜看起来气势不错 也非常感谢呢 装球协会的张明雄教练呢 所提供的资讯 那现在 一些大的比赛呢 都在亚洲进行 那么协会呢 也很希望这些选手呢 把握这些机会 其实好好练球啊 总是舞台还是有的 你看接下来呢 是中国公开赛在上海举行 那在亚洲地区的生活习惯呢 大家也都比较习惯了 比较能够适应 所以临场发挥也会比较好一些 是 这种十号球贴在科兴边的球 对德鲁娜来说应该是不成问题 对德鲁娜来说应该是不成问题 十号球进 所以今天杨清顺第一个冲球局呢 刚才没有球进 双分一阵来回之后的最终 德鲁娜呢还是率先破了杨清顺的冲球 对 在刚刚的四号球的攻防战方面 等于说杨清顺呢 还并不是很顺了 等于放了一个呛声给德鲁娜 德鲁娜最终也把握着机会 我们看到中国的两位高手 傅建坡还有李克文 对他们在这次小赌赛 也都打得还不错 后面还有几位 这个选手也都在看着 因为这场杨清顺对德鲁娜比赛 应该说呢 也是在今天变事主桌呢 蛮叫做的一场比赛 这两位选手都有这个能力 有可能走到最后 对 杨清顺当然现在还在慢慢的 找回状态跟球感当中 还不算是说很好的一个状态 至少昨天第一场球 9比3胜出 宝刀未老 现在来看了这个德鲁娜的 第一次的冲球 今天在电视主桌的冲球台这方面 冲球这方面 比较来讲没有那么顺 选手要冲球 冲出好球型 真的比较不容易 来看一下 德鲁娜的强力冲球 稍微有点角度 好 准备上膛要发射 哇 整个人差点摔过去 哇 刚才这个冲球力道非常的凶猛 但是呢 guess what 没有球进 哇 这也是 就是说 哇 球迷人也想看到不同 不同类型的这个选手 而比较好装 说而且整个几乎是用生命 整个身体来冲击 来冲球的这位德鲁娜 相信有很多的球迷喜爱这样的球员 杨青森相较之下 就是比较是 阴柔型的选手 靠着技巧 靠着准度 结果杨青森呢 第一个球也没有办法直接进攻 我做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安全球 也许稍微要挑剔的 就是说 就是一号球呢 已经是比较靠近了 右下角的底带 但是母球躲得还很不错 这应该是 可能会好几个颗星了 之前呢 前一局呢 有一个五颗星的 做球 哦 这个球是故意犯规 把九号球啊 挡在了七号球的前面 所以呢 即使杨青森这样一路吃啊 吃到第七号 七号球的时候呢 可能六号做七号 就会有问题 所以有时候选手发现呢 解球无望的时候呢 会来故意犯规 是 然后呢 把这个球呢 增加了他接下来的这个做球的难度 是 所以待会看看就是 必须要找个机会 把这两个球呢 给碰开来 但是他这个故意犯规 杨青森现在呢 二号球可以 打三个球 对 一个组合 而且他应该是指定七号球近代了 所以 297的组合球 结果呢 是近了七号球 杨青森打几球来 就是这样子 没有什么慌张的表情 然后 再来讲 再难的球呢 也是 想办法处理就对 他的球技是 但是我想毋庸置疑 但是有时候往往给人感觉是 关键的时刻 霸气不够 好像确实如此 而且他又长得比较 这个清秀一点 比较不像个 这种传统运动员的形象 10号 来看看10号球有没有挡到 这个母球 进攻3号球的路线 现在则是在 接下来 而且杨青森呢 碰到菲律宾选手 他也不怕 心脏呢 也是特别强 也许呢 也许呢 不够直了 所以要上去坐 这个5号时呢 可能还需要借助科兴了 如果科兴的话 还有旁边呢 有这个6号球 来看一下 哦 哇 好球 绕了球台 还是找到了空隙 我5号球呢 做了一个远球 对 还要再来拼一次 相当接近代孔 所以这球呢 也是直接进 那7号呢 已经是在一个组合球当中呢 是打进 本金森 由于之前呢 离开过 撞球一段时间 所以今天的比赛呢 他必须要从资格赛打起 我毕竟是一位 很有实力的选手 他的世界排名额 也还没有办法挤进到 自动参赛的这个机会 另外在排名赛呢 他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出赛 所以他从这个资格赛开始打起 他是取得了第四个 这个资格赛的名额 他其实在之前呢 在资格赛曾经输给了张玉龙 但在第二天的比赛呢 立刻就击败了 菲律宾就有17岁的 Meponte 而取得了门票 杨清顺呢 也是破坏了冲球局 今天双方在一开局的时候 冲球都没有球进 无论冲的用力 或是冲的很小力 双方都没有球进 就今天的这个电视主桌 对今天六位的选手来讲 都造成了冲球上面的困扰 我们看到杨清顺呢 33岁了 来自台湾的高雄 目前世界排名呢 是40位 2005年的时候 在菲律宾的国际公开赛的时候呢 那当时是9号球拿到了冠军 而且他是两届的亚洲9号球的 亚运9号球的这个金牌 在06年的时候呢 就是败在了 在德路纳的手上 没有办法呢 完成亚运会的三连霸 但是今天杨清顺两次的冲球都没有球进啊 对 哇 两人加起来 现在三局的冲球都是无球落袋 哇 所以看来啊 这应该不是选手的问题了 这个今天六位选手啊 在冲球方面 都冲得非常的糟糕啊 确实都算比较辛苦了 真正能够一杆清台呢 加起来也就是屈指可数 加起来一共呢 是只有四局的一杆清台 一共已经是打了超过30局 已经33局 只有四局的一杆清台 安全球母球呢 停在右下角戴口边呢 也是相当惊险就是 可以了来做进攻了 不过因为毕竟哦 这个母球的位置欠佳 哦 哦 刚才那个一号球呢 是借九号球进的 对 但是但是接下来二号 受点麻烦 因为他只能用推杆了 推杆好球杀不住车 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他这个科兴解球啊 要找位置也找不太到 可能必须要借助球台的下方 好 现在要来 要来打这个特技球 特技球啊 哇 应该是绕 然后来碰这个二号这样 绕过三号 还要再绕过九号 要跳球 哇 跳到了 没有犯规的情况 这要跳到了 而且呢 也没给对方留下一个 直接进攻的机会 哦 杨青春现在 还是很冷静的来处理哦 刚刚的二号球呢 是至少是没有犯规的 而且球运也还不错 左右两个带 左下角跟右下角呢 都是有球阻挡 同时是一个长球 哦 赌一下了 他现在想一个二十的组合 二十碰 然后呢 他叫出了十号球进左下角 试试看 打带跑 哇 漂亮的开门打击 哇 他刚才那扣十号球 要进左边的底带 就真的进了 所以 Jep de Luna 哇 在比赛一开始 现在取得2比1的领先 哇 刚才这一球呢 打得真的高干 再来看一下 这么远的一个距离 一个开轮打击 哇 这个球确实 可以显示说 今天的三场比赛来说呢 应该说这场球是最精彩的 两人呢 都不是弱者 他是开轮打击 而且真的是较劲 而且真的是较劲 相当精彩啊 对 两大高手 被安排在最后一场的压轴 我们看到他27岁 目前呢 WPBA世界排名26位 在09年的菲律宾十二球 公开在他拿到了亚军 他还蛮年轻的一位选手 而且他的绰号呢 跟FNS是一样的 也是蛮受期待 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这个冲球 真的值得一看 之前冲的非常用力 结果没球进 看看这一次 哇 他整个人差点的 又跌到这个 桌子前面去了 这次总算有球进 他这个冲球啊 这个任何球呢 都很难以控制 连母球也是很难控制 不过就是 这种用生命力量来冲球啊 还是 让观众看得蛮过瘾的 甚至有时候啊 连十号球都有可能被冲开来 刚刚是九号球落袋 刚才这个球呢 只是尝试的来做安全球啊 当然一号球 如果更贴到台边的话 会更理想一点 对 但至少六号球已经形成了阻挡 现在看杨青顺 科兴解球也没问题 他现在似乎是指定了 左上角了 想要逛逛看 对 他跳球 他决定跳球 而且跳到球 解到球 也没给对方留下 一个很好的chance 对杨青顺来讲 最好的一个结果 对 运气也还不错 母球还贴到 很靠近二号球这边 这下子现在 体重哪 现在这时呢 其实是科兴啊 科兴解球 至少两个星 这角度很难拿捏了 因为实在太贴近到 这个二号球 好好研究一下 申请个延场也是对的 哦 没解到 所以现在杨青顺有自由球 这是杨青顺在这场比赛的 第二次的自由球 前一次的自由球在手上呢 最终是把剩下的球呢 给清掉 拿下了第二局 也是到目前为止杨青顺 所吃掉的唯一的一局 看起来哈 就是四号跟七号呢 是比较靠近的 但整体来讲 杨青顺人有可能呢 解决接下来的这些球 四号球有晕的跟其他 七号球贴的比较近 所以说母球的坐的位置 要坐的精准一点 对 球台中间那里呢 刚刚他过去看的地方呢 应该是考虑的地方 而且可能要稍微多一点点 再过来一点点会更好一点哦 没问题哦 这角度看起来 对 当然五号球右边的中带 现在剩下四颗五颗球 杨青顺人渴望能够呢 追平比分 五球保持在球台的中央 对 他们前为止呢 两个人都是在对方的中球局呢 来吃掉内队 来赢球 有可能 可能八号会是必须要保球进 或还好八号呢 也已经是很靠近 盖口 保镜十号球 所以你看到现在双方打成了2比2 今天这场小组的比赛 双方胜者当然就可以取得呢 直接晋级的门票 对 如果输的一方呢 还要落到败部呢 因为有机会呢 还是要到败部去努力 那两次的杨青顺呢 吃掉内队呢 都是靠着对方的犯规 自己自由球在手上 而能够顺利获胜 所以Deluna当然呢 这个年轻啊 而且冲球非常有力量 也有一定的这个 这种吸引力呢 他的球风啊 豪迈的这种打法 特别是冲球这一部分 如果再减少15的话呢 Deluna也会是一名可怕的对手 对手 对手 Rock No.5 Rock No.5 杨青顺 2比2 杨青顺 希望尝试能够续盘 对 希望有球落袋吧 前面两次的冲球呢 都是无球进 这次我看到有球进 但是呢 一号球却没有办法直接来进攻 对 那五球啊 最终也是往上跑 再弹回来 中间夹了一个 三号球 刚进的是八号球 这个右边中带 好 做Push 而且在 现在看到 就是Deluna的 当然可以碰到 这个一号球 没问题 他现在是 右上角 指定了一颗球 那现在二号 他是不是有叫了呢 好像没有啊 没有哦 他只是点了一下了 他并没有讲二号球 所以当然现在这时候呢 是杨青顺可以上来 但杨青顺可以选择呢 打或者是不打 我现在一号 跟 这个母球 跟一号呢 是距离蛮远的 看杨青顺要进攻看看吗 就是一个长球 但是可以看到全颗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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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 这球跳球要小心啊 不要去碰到 九号球 对 当然跳球这部分呢 也是台湾选手 还蛮擅长的 不可惜啊 这个球解到了 但是没能够跳进 也要直接进攻也不太容易 好 好 现在他是有指定了一个 哎 他好像指定十号球 哇 又再来一次吗 对 他要用这个一号球去撞十号球 哇 他已经有一次开轮了好二十组合进了 对 因为如果刚刚没听错的话 裁判是说十号球 哇 之前已经打过一个十号球的开轮打击了 哇 这个球差一点进 对 不过当然如果说刚才力量够大的话 十号球如果万一进了对面的底带的话 是不算的 因为他扣十号球是右边底带 对 比如那 来到机会的话是绝不放过的 非常积极进攻的 这种打法 这也是 蛮干脆的 而且杨俊俊接下来也不好进攻这一号球 对 现在裁判呢对杨俊俊呢一直喊着这个 十秒十秒 会影响到杨俊俊的出干 在初期呢引进了这个 等于说出干时间限制的做法的时候 杨俊俊一开始的适应也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毕竟杨俊俊他是属于出干的这个时间呢 用了比较久 会想比较久的选手 是 当然现在这是一个长球 但Deluna还是可以来做进攻 把一号球薄进 但是呢母球回来的时候去碰到了九号球 这球伤脑筋啊 不能跳球 跳球母球很容易犯规啊 但是现在这时候是在左边这里 好他从球台上方 因为这个球呢 有机会勾进 看看勾进了 哇 今天呢才打了几局啊 已经有 好几次精彩的 每日一好球的击球了 包括刚才那开轮打击 打进了十号球 四号还是有难度 就看他的准度了啊 对 这时候带口够大 哦 对面有弹得很出来了 就是在带口边呢 再来面对一个长球哦 五号也是 蛮长距离的 嗯 你不会想要这样做球的啊 不过 这球因为在带口边 所以说距离远 你还是有机会 对 但是看看 做下一个球 哇 他没有顾进 是顾到了做球 但是 也不是很好打了 对 因为太近了 对 也不是很好打 好 在出竿时呢 就有点好 就晒 想要 这个去 准备呢 接下来六号球 两个球几乎靠在一起啊 杨静顺呢 只能够做安全球 把母球藏在了七号球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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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在比的就是结主变一颗心 杨静顺呢 刚才呢 他还没有坐下来 他大概是蛮有自信 他这个安全球 让对方解球 他有机会能够再上来 对 因为对方也只能够解球 这球他冠底带 他有叫到 他有叫 对他刚才 有指定啊 这个 五号球进上方的底带 应该说呢 是这个科兴 科兴解球啦 最后让他解禁了 但是确实 今天给LUNA的精彩好球 真的 好几个 至少三四个了 对 哇 这下子杨静顺必须要坐下来 哇 这个 但是呢 精彩的五号球打进去之后呢 他现在打防守 上方呢 因为已经没地方藏了 所以说 必须要把 子球就是六号球 尽量往台边推 虽然呢 还是远 离开台边 但是至少 杨静顺接下来要进攻呢 这球真的不好打 对 走安全球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 他刚才指定了底带 是不是要来灌球呢 是不是要来灌球呢 是不是时间的问题呢 超过了时间 被裁判吹了犯规 这个被裁判叫了犯规 哦 他没有听到裁判讲十秒钟啊 所以他也没有申请延长 对就是这种情况也不止一次的发生在杨静顺的身上 哇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旁边的这个电脑荧幕啊 有确实的在倒数 所以说 看来这个今年的这个 赛博的裁判是很严格的来执行的这个规定 这边7号 看能不能过这个9号 或者是要 看他怎么来处理 南京顺这已经不是一次呢 就是面对这样一个 有出干时间限制 困扰着他了 对 这个7号球呢 虽然刚才呢 没有办法这个直接过去啊 不过呢 他还是借9号球近的 然后10号球 哇 这局拿了真漂亮 好几个精彩的击球 结果 Jeffrey De Luna 目前呢 又形成了3比2冷肩 哇 今天呢 每场比赛呢 双方都有蛮多的来回的拉锯 前场比赛呢 双方呢 是 也打得非常的接近 那现在呢 这场比赛 De Luna呢 似乎取得了开局气势上面的领先呢 面对杨青顺 现在好几个球 他敢拼 又拼得近 又拼得漂亮 对 有几个精彩的好球 那到目前为止呢 还蛮巧的就是 冲球的那一方啊 都输球 就这局来说 好 他上次冲球是有球禁 没错 当时9号球禁 差点又跌倒 来看看这次的冲球 有球禁啊 至少6号球禁了右下方的底带 母球呢跟1号球之间没有阻挡 1号球可以来进攻对角的底带 今天3次冲球呢 冲完球之后就是整个人差一点趴到了 台桌上面去 对 我还好他及时的身体下赛之后呢 身体都拉了回来 他这个大力冲球呢 当然 母球呢也要留在台上 留在球台上 要避免把母球的冲出了球台外 哦 这1号球没拼进 今天难打的球打得进 简单的球反而打不进 哈哈哈哈 阳青树呢也是需要 考虑一下 他现在喊了4号球 刚刚被 判了一个40秒的 出竿尾利 犯规了 就是现在这时候节奏可能会要加快 当然加快的话呢 就改变了他的习惯了 哦哦 刚才母球跟1号球又是double kiss 运气不好 好 做安全球 是 简单的一个小阻挡啊 看起来 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吧 还是要来跳啊 对他左手要跳的话是 是 也是有点 秀的这个味道啊 好 而且呢 他的左脚 stention 左脚呢 这个塞进了 左边的底带里面 固定 哦所以 这个选手 他真的是话题性十足啊 对 这个 菲律宾呢 这些选手啊 他们整天啊 都是泡在这个 撞球场 撞球场的 撞球管 就是他们的家一样啊 所以各种的方法 都想了 都有可能做出来的 其实菲律宾人呢 喜欢 滑石撞球 拿出了加干器 用上的力量 做到二号 看一下好 接下来的球 看一下好 接下来的球 就是大脚了 所以 母球呢 要再上去一点 母球刚才就kiss到了8号 对 结果结局呢 反而非常好 就要用了 那么 接下来球 估计不会太过困难 简单的拉干 8号就左边的中带 而且都很直 杨清顺的球感 进入佳境 北京公开赛也已经是参赛的晋级了 这一局的渴望拿下 换句话说 今天还是很难保住发球局 两位选手到目前为止 都是靠对方的发球局来获胜 母球下来的位置也有一点尴尬 角度做得非常的大 不过 刚才赶紧的先叫了一个延长 因为之前呢 因为没有听到裁判警告10秒钟 结果被裁判判了犯规 也让对方直接有自由球 好 10号球保紧 那么杨清顺 双方呢打成了3比3 今天呢 前面六局双方都是互破 哇 跟昨天的比赛的情况截然不同啊 跟 Denis Okulio 跟呢 Rob Sukri 都是很容易能够保住自己的冲球局 今天的比赛的情况呢 六位选手都是很难去把握自己的冲球局 那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冲球没球进 好 接下来就是轮到杨清顺的冲球 杨清顺今天前面三局的冲球 有两局呢是无球进的 没有球进 而内心有球进呢 最终也只能够这个push out 相当多组的一个情形呢 目前呢 所知呢 就是台湾选手的部分呢 包括刘正杰 张玉龙 以及吕辉斩 是奥连胜而取得的禁忌 就是已经是挺进到了64强的单淘汰赛了 那其他呢 还没有被淘汰的 就是其他台湾选手还没有 没有确定被淘汰的 还可以再继续努力 好 回到主桌 杨清顺来冲球 刚追踪了3比3 有球进 看看一号球的位置怎么样 哦 一号球至少可以 这次总算一号球可以来进攻 左边的中带了 当然母球跑得还不是特别理想 最后呢 是往上 而且一路呢 到了球台边最上方 所以母球的控制还并不是说呢 最完美 而且等于说呢 这个计时呢 是从 这个整个球停下来就开始计时了 对 包括你回去 回去拿球干也要算 算进去 而且对方打完之后呢 刚打完 你时间已经开始算了 开始算了 对 像昨天呢 诶 刚才这球我们看到9号球进了 杨清顺刚才好像有抠 有指定 所以说呢 杨清顺可以继续来出竿 好 已久的开轮哈 那现在则是一堆球呢 是挤在右边这里 Bandball left corner 哦 这时候哈 直接呢 又是一个20的组合 哇 这两个是拼的 现在 只要把10号球呢 想办法打进就对了 组合球 或者是这个组合的开轮打击 可以 杨清顺想 你可以 我也可以 哇 今天还没有人能够联赢两局哦 不容易 10号球进了 哇 杨清顺 开局呢 虽然呢 是有一些失误啊 但是现在呢 反而是率先的 虽然没有一干吃完呢 不过呢 冲球 之后 有球进之后呢 没让对方再上来过 哦 而且是联姻两局 哇 这个哦 组合 哇 杨清顺也是计算得非常的准 20组合是有机会的 而20哦 是还在一条线上面 哇 今天双方呢 吃这个10号球哦 这个方法已经有多次的这个组合球了 嗯 终于也是由重球的那一方呢 拿下了那一局 不过目前呢 比赛呢 是还早 不过目前呢 比赛呢 是还早 哇 杨清顺运气不好啊 哇 杨清顺运气不好啊 可惜啊 气势未能够延续 好 Lars 杨清顺运气 战牌 《加冬赛》 自由球在手上 这是伽利的鲁娜的第二个自由球 4号球是已经落袋了 接下来这边20要不要考虑做一个组合 现在他很快的申请了一个extension 因为看看是不是很快的能够收拾这一局 还是要一颗一颗慢慢来 这组合并不是一条线上面 角度并不是很直 所以他选择分开来打 是 但是当然接下来就是说 现在三号前面有两颗球阻挡 尤其是被四号球挡到 对对对对不起应该是被五号球挡到 中间这个八号球挡到那边也是相当的尴尬 这球呢根本没有瞄准啊 三号呢去kiss五号的时候呢太薄了 是 现在是杨青顺的一个机会 哇 最后呢选择了就是 哇 一球一球慢慢打呢 结果这边呢 这区的这几个球啊 还没有办法被解决掉 杨青顺呢是有机会的 但目前为止 杨青顺的运气是还不错的 这个球 跑的稍微多了那么一点 呃或者是跑的太少 哇 这个这个情况呢只能做安全球了 所以直接打到五号球 但是接下来 他可能也在考虑这个安全球的 球的这个跑动 杨青顺申请了一个延长 这个时候能用延长要尽量用了 当然一局呢双方各有一次延长的机会 对 杨青顺申请了安全球都做得还不错 哦 哈哈哈哈 还是保紧了 五号球还是保紧了 六号球呢就是一个长球 还是要一关一关慢慢的过 对于这个时间的限制 杨青顺慢慢的要适应 而且主审裁判呢也 还是有点尴尬哈 就是母球呢到底要多 力量的感觉起来都稍微轻了一点 这个腰带这边在头啊都是非常的小 而且接下来做八号啊也是不好做 但是很棒啊 哦这个球不容易啊 对照呢今天看到很多的 Hitball 这个选手呢在这个 两个中带 miss的球 哦 对 现在中带这个腰带呢 在杨青顺看起来是比较大 8号球 哇 漂亮 也进了对面的底带 哇 杨青顺今天 要首度拉开两局领先呢 对 总的来说呢 是 球技还是相当的稳定啊 慢慢的又恢复了他 Hitball 这个 尤克刚的这种气势 毕竟是有实力的选手 杨青顺 哇连持三局 杨青顺 一点撞撞 但是最起码呢是 目前取得两局的领先 5比3 这局呢 其实对手呢是有一个自由球在手上的 对 Laluna Laluna最终呢 因为 球型呢也欠佳 准备的准度 还是充分的发挥 刚才这个7号球 真的就是一个关键 哇 真的 刚才你看到 那个球根本没有太多的失误空间啊 对方会否就此定竿呢 来看看杨青顺接下来的冲球表现 是 是 连续 三局最近他的这个冲球呢 杨青顺都有球落袋 不过都是只有一个球落袋 其中还包括了一次母球洗袋 杨青顺接下来的冲球 有球 看来这次哈 要注意了 刚才过来仔细的检查一下排球 哦 有球进 再来看看 哇 一号球有机会来进攻啊 哇 至少这一局 杨青顺会有比较好的机会 能够续盘 嗯 那我时候呢还是 跑动的较多了 而最后呢 能够形成啊 对 呃 看到一号球的情况啊 也是 最终的这个球运呢 也是不错 二号球在冲球时呢 已经落袋 嗯 做到了三号 呃 当然接下来哈 就是母球必须要跑出来 跑出来 在球台的中间呢 来 接下来是四号球 先 当然 现在这个球相当的笔直 拉干呢 也是一种方法 嗯 五号球只是在右上方 被娃娃 这个球 我觉得力道好这方面也好 这个有时太大有时太小 还不是说十拿九稳 或 现在只能够 推干 哇 五号 刚刚这球呢 把四号球给剁进去了 但是呢 哇 五球没办法控制啊 哇 这局呢本来是一场 听说很好的一个 把比分呢 拉开的机会 但现在这个五号球呢 遇到了困难 那听说做安全球 想把母球藏在九号球的后面 但是却没有做到啊 结果呢 让对方现在是一个远球的呛死 五号球已经很靠近右下角了 没问题 也有点冷击 涵 好 是的 接下来的7号球 应该不至于有太大的问题 腰带 选择腰带 所以挤了一个延长 也许待会儿的9号球 可能会是一个长球 或是有角度的球 但先固静 还好 对 9号也是做得非常的直 应该是没问题了 杨金森刚才呢 一个坐手上面 母球的一点点小失误 结果造成了5号球呢 没办法来进攻 结果接下来的安全球呢 却没有做好 所以让对方呢 偷走这一局 他追踪了4比5 哇 这个 6比3呢 跟5比4 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哇 今天为大家 从下午的2点的转播到现在 已经超过了5个半小时的转播 那今天这个三场比赛呢 感觉都打得相当的漫长 那么现在 Diluna来冲球 刚才呢 杨金顺一度是5比3领先 而且杨金顺原本有机会 能够造成6比3的领先 现在Diluna呢 却追成了4比5 对 不过能够看到啊 Diluna多重启次球啊 应该也是相当过瘾的事情 呃 其实他冲球效果未必很好 但是他那个很近的 以及那个power 让人印象深刻 很适合电子转播 对 看他这次会不会跌倒 哈哈 进了一颗球 哇 他每次冲完球之后呢 这个球杆要赶紧收回来 否则的话 他点到球的话就是5比3 对 来看一下 嗯 像他这种冲球也是有可能的 10号球呢 会被撞开了 当然如果冲球时 10号球落袋的话呢 必须要捡起来 智慧呢 继续再打 嗯 看来是 刚刚的冲球是9号球落袋 他的冲球呢 有2次是9号球落袋 刚才呢 做安全球啊 这个球做得相当不错啊 不但把1号球灌到球台下 右下方 而且刚才母球呢 也藏在了6号球的后面 你看 我想清算这个球呢 要脱困的不难啊 而且 谢谢 所以 听说故意犯规啊 对应该是 比较啊 因为是埋在角落 然后呢 都有球阻挡 结果 所以这是 故意犯规 不 今天 在比赛里面看到选手 第二次采取故意犯规的策略啊 对 等于 德鲁娜有一次 但是杨金顺也有一次 现在4号球呢 跟8号球靠在一起啊 对 那现在 德鲁娜呢就是 有第二次的自由球在手上 第三次 他还是继续做安全球 他把这个情况给复杂化啊 希望能够 把1号球呢跟 4号球还有8号球 形成另外一个球队集团 对 连续 三次犯规 那均数呢就要输掉这一局 对 三次的犯规 就是 相当少见 10 seconds 伸展 8号球 现在就是 张鲁娜要尝试来解球 哦 要解8号球啊 想把8号就解进左边的中带 哇 真是高难度了啊 先想办法打到1号球 对 先要想到 碰到1号球再说 他用马西多干 犯规 哇 超速 所以 Jeff De Luna刚才设的这个局啊 非常的成功 让杨青顺的犯规 也是杨青顺这一局里面第二次的犯规了 对 所以现在这个De Luna 是不是要继续再想办法呢 做个 安全球 做个吊球 他现在是球在这个手上 他 如果够狠的话呢 还可以再设一个局 杨青顺第三次犯规 就直接输掉这一局 10 seconds 伸展 好 他申请了延长 对 看起来 母球又要躲到右下方这里了 1号球是在 4号这边 好 继续来设局啊 另外就是 对 再设一个局 对 杨青顺已经两次犯规了 这个球再没解到的话 那这一局就再见了 Bumble Right corner 就说哈 这个 杨青顺应该也知道 三次的 犯规呢 就 这局就输掉 好 解到了1号球 但是 放枪 是 好 好 先稍微 先解到再说 对杨青顺来讲 好 先稍微 先解到再说 对杨青顺来讲 对杨青顺来讲 1号球进行中带 这边哈 右下角这里呢 是有两颗球 接下来这3号呢 看他做选择 也是有可能哈 因为毕竟5号球已经很靠近这个带口 他还是做的也不算差哈 决定了这个3号呢 是选择上方的敌带 3号 右下角 右上角的这个底带 当然哈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在 因为毕竟这4号8号还是黏在一起 所以他刚才这个球呢 自己把4号跟8号给撞了一下 不过呢 并没有撞开 8号 右下角 并没有把这个4号球给带出来 对 不过就是这个组合呢 也许是有机会的哈 等于是 他是指定了8号的左下角 对 指定8号球进带 哦这个球不容易哦 不容易 哇 8号球还是进了 对 对 今天 Daruna 这个组合球啊 很有心得 现在 Hourball side 他现在哈 这是 一颗一颗球慢慢剪了 先把4号球呢 打进了右边的腰带 5球是上下直台 对 刚好呢 停在这个位置呢 可以过10号跟7号的空档 哈哈哈 也是不错的 哦 母球小心 哦 差一点点期待 哦 他确实哈 这个母球需要上去呢 来 来这个解6号球 但是目前来说哈 都做得还不错 哇 哇 再一次的现在双方可能要平手了 Daruna 来 哦 好 哦 齐 Daruna 在3比5落后的情况之下 现在又追成了5比5 哇 这场比较双方打来 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接近 啊 Daruna也是等于说哈 有 有手了 他在这一局呢 也是做的 几次的这个调球啊 让杨千顺呢 连犯两归啊 对 杨千顺带来蛮多的麻烦 最后 只有球在手上 还是 拿下了这一局 Daruna 打了聪明打了积极 又敢打 相对来说杨千顺 可能要把气势啊 稍微再提振一下 把气势 气势给打出来 这边是胜负的比赛呢 获胜的一方呢 就是笃定晋级64枪 输的一方就是要落入败骨呢 继续的在加油 还要再多打一场 明天呢 明天呢 还是小组的 分组的比赛 小组的双败淘汰制的赛球 64枪的预计要从星期五开始 虽然知道决赛呢 这礼拜天啊 我们都会为您带来现场的直播 请您期待 今年的十号球世界锦标赛 这次的冲球好像没有球进啊 这次的冲球好像没有球进啊 对 而且看看一号球应该是在球台中间的右边 对 看看五球有没有机会来进攻 很快的就位在观察 这次的冲球 我需要眼力了啊 一免犯规 Rumble side Ten seconds irregular 又开始倒数了 要小心 又双赛啊 有一点 forbidden 可以這樣 至少躲過了5號球 接下來還要一顆一顆慢慢解 也是不容易的 2號就是一個場景 申請一個延長 還要再思考接下來的3號 3號在左邊靠近檯邊 多跑出來一點 等於放了點chance給Deluna 保近2號球 保近2號球 4號在右邊的帶孔邊來 又下去 被阻擋到了 可能先要柯欣 柯欣來碰球 4號 還是可以看得到啦 沒問題 直接打 4號球可以勾進 力道不夠的話 當然 5號球要做上方的底帶 跑到左下方的位置 來做6號球 4號球 可以過8號 6號球 可以過8號 7號球 在上方 所以待會7號球 可能會有一個角度 5號球 好像看到一些灰塵在台部上面 所以 這時候應該是計時器會暫停 5號球 這時候採盤了 把球呢 給拿起來 喔 並沒有 我覺得還能夠跑上去 做9號 還有一點點角度 當然不希望做得太直 下主國賽 看看這個力道 輕了一點點 我還OK 還OK 準備 準備 要再度取得領先 10號球 打進 那麼 Jepty Luna 取得了6比5 他剛才也是連下三球 是 現在的這個節奏呢 也是比較順 那整個狀況來說呢 是比楊謙順更好一點 那整個狀況來說呢 是比楊謙順更好一點 五次的衝球呢 有兩次呢 是無球落袋 另外三次的衝球 也就是只有一顆球 落袋 那落入敗部呢 還是有機會呢 繼續的努力 我總是要多打一場 等於說明天呢 必須還要再打 然後 再打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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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慣性的話 再稍微呢 面對 面對這個 擺球的 這個 左邊 個人的這個 左手邊一點 哇 剛才 當然 有球進 五球呢 過來 碰了一下 一號球 這球位不是很理想 對 每次的中球 Deluna都是用盡的全力 對球進到了腰帶 對 前一把 左邊 這個 嘗試來爆一下看看 10 seconds 這個爆球呢 要很用力 在準備要打的時候聽到裁判喊十秒 所以就趕緊的叫延長 哇 這球還是薄勁啊 真的很用力啊 球台兩邊這樣子 碰來碰去 最終還是做到二號球 我二號還是要小心 沒問題 現在這時 三座四 四號 四號在左邊 最後 碰到了四號 對 最後結局還不錯 三座四號 四號 三座 四號 三座 八幅 六號 這將是德魯南今天第一次在他自己的衝球局當中的一竿青台 有機會 換成右手了 右手讓他 他其實左右手都還蠻平均的 看起來不錯 功德也非常好 在獨花亞運的時候呢 德魯南就是在四強的準決賽裡擊敗了楊青順 德魯南自己是打盡到了金牌戰 輸給了自己的同胞對手 同時也阻止了楊青順的亞運三連霸 德魯南今天的狀況是比楊青順要更好的 楊青順畢竟也休息了一段時間 這是一個身材球 今天難得看到的菲律賓選手把這個架乾淨拿出來 有一個精益 连他四局 现在到7比5 领先了杨清顺 3比5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持了四局 杨清顺的状况是越来越好 杨清顺上台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这一季的强力的包球 杨清顺也有几季精彩的好球 包括组合球 还有各种不同的进球方式 都让比赛这场球员 呈现了他的精湛球技 也让杨清顺吃毒的苦头 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9位台湾的选手 还没有被淘汰的 还继续的 落入败部呢 还可以继续的努力的 看看今天明天呢这些选手的征战 目前所知呢就是张玉龙女会长 以及刘正杰是确定了取得的晋级 晋级到了64强 好 现在接比鲁鲁娜要来考验他去盘的能力了 今天冲球最多的就是一颗球落袋 现在来到7比5 看看这一次冲球 哦 五球小心 哦 五球小心 哇 刚刚这球呢很幸运地逃过 躲过啊 母球差一点点洗带 对 那现在呢母球没洗带的情况下 反而呢 现在对角哦 一号球就是在带口的一个机会 长球哦 应该是相当有机会来做进攻 8号球进了 他现在就是这个猛力冲球 其实母球控制是比较困难的 不过没关系哦 这个他把冲球呢 形成一个精彩的表演秀 因为母球他这个冲球 母球一定是乱跑 接下来这个二号做三号 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对 三号做四号 因为分别都是在球他左右两边 所以要一盘 一干吃完这一盘球呢 还有一点点难度 是 他这个意思呢 已经是不错了 他这个意思呢已经是不错了 力道稍微大一点 不容易 他这个意思呢已经是不错了 当然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反而是掉到了自己 你尝试的变成尝试的解球 同时杨青顺呢 待会将可以上到球台 可惜解球呢 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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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科兴 然后撞三号球 他留下一个困难的进攻啊 给杨青顺 这个三号球呢 左上方的底带 看杨青顺要不要拼啊 这是一个长球 而且架杆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 确实是有难度的一个球 这一边的 准备了 这一边的 左上角 这一边的 来试试看 而且三号球进了之后啊 要顺利做到四号 也不是那么容易 几位其他的选手啊 包括中国球手 也在旁边呢 看这场的比赛 嗯 嗯 傅健波還有李赫文 哇三號球拼進了 這次 大力的擊球啊 但是當然接下來這四號球 不是那麼好打就是 還要再來拼一次啊 Farbles Farbles side Long shot 少見的看到好楊青順呢就是用 大力的擊球 嗯 四號球灌對方 對面的中袋沒灌進 哇 四號現在得Luna上來呢應該是有機會 來做進攻的 剛剛楊青順應該也是有指定到了 反方向的敵袋 Farbles side 這個左邊的中袋 對 四號球打進敵袋 看起來呢應該是有機會 接下來的球 當然現在六號看他做 怎麼做選擇六號 要選擇腰帶嗎 對 母球會往右半邊來跑 然後 母球會往右半邊來跑 現在六號球可以來進攻左邊的中袋 現在六號球可以來進攻左邊的中袋 六號的中袋 但母球跟目标球还是有点距离 比较长的这个距离 德鲁兰说还需要这个准度 看来是没问题 看来德鲁兰可能变成了杨青春的克星 我毕竟德鲁兰呢还是有他自己的实力 当然在小组赛呢还是以先取得晋级为原则 哇 这个也拿五局啊 对 在3比5落后的情况之下呢 就把杨青春的这个局处理支停在那儿 杨青春的整个状况呢还不算是呢特别的好 毕竟呢有一段时间呢没有回到比赛场上 在北京公开赛杨青春呢是引进到了16强 也表现得不错 不过他的球感呢应该相信呢会慢慢的恢复 至少他现在到了球台边呢是看到球呢是想打球的状况 今天在5比3之后呢他原本呢在5比3那一局啊有续盘的机会 但是呢最后的一个失误啊让对方呢是把这一局呢给偷走了 对 那自从那一局过后呢就杨青春再也没有能够赢得一局了 对当时这个5号球的做球做得并不好 所以5号球只能做安全球但要安全球又不顺 对的LUNA呢最后接下来呢是收损的那一局 对 好 那现在这一局啊就准备要拿下比赛了 可能是最后一局 如果冲的好的话 7号球进了啊 而且呢1号球有机会来进攻 看起来不错 也是个冲球 出到最后喔看来是拼出了全力 那今天的冲球呢最多就是一颗球落袋 不过每一次的冲球都使出了全力 很有活力的一位年轻人 冲球值得欣赏 还好还好 对没有这个太偏或者是呢太年道 这6号球 杨春春呢在等待的机会了就是 看看接下来四五呢是黏在比较靠近的哈在左边的球台边 没有想到这个母球呢会洗了中袋 看会不会给杨青春的一线生机 自己都不敢相信杨青春现在有自由球 对 杨青春也很久的没有上到球台来比较长时间的击球了 这是他的第三个自由球 这是他的第三个自由球 看什么是好能够顺利的做到这个五号就是 四号是有机会来做进攻的 张玉龙也在旁边了来关心的杨青春的这场比赛 哇 结果杨青春 母球也洗带 哇 这样子的话哈这样的话呢 可能是准备要关门的 哇 给杨青春机会杨青春没把握 我确实哈这种球呢就是 可能要做到这个三颗心呢才能做得好 刚才呢好像把这个杨青春的错误呢再复制一遍呢 然后 哇 真的这个时候 Diluna 有可能要结束比赛了 对 剩下四颗球 当然落入败部的杨青春呢还可以继续的再努力 明天呢还需要再出赛 嗯 五球的位置现在做八号球啊做得很尴尬 对 这样话 好是 要做九号 要是右下角这边 做九号呢就比较麻烦一点 哇 首先刚刚这球还是修正回来 对 九号也是比较靠近的带口了所以 应该是没问题 最后留下的十号球呢也许稍微有点距离 现在 这时 当然 注意的就是哦 避免再洗袋了 这个中袋呢最近好像磁铁一样会把球吸进去 谢谢 谢谢 这个球要洗中袋的话可能很难啊 好 赛末点了 哇 今天呢在三比五落后的情况之下呢 准备是连抢六局啊 对 来结束比赛 十号球 进了右边的底带 结果比赛结束 哇结果呢 底鲁拿呢是以九比五击败